35題,有三個一樣的杯子,裝了三個不同的液體,然後液體的高度是一樣的 然後呢,去投入相同的木塊,木塊的密度比水來的小 然後呢,就問我們投入之後,三杯液體的液體底部的液體壓力的大小比較 那我們知道呢,液體壓力要等於P等於H乘以D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H知道D呢,我們才能夠比較 那麼解決這一題呢,有個比較直覺的想法就是 現在呢,有三杯液體,然後往裡面丟下去相同的東西 所以丟下去之後,它會增加壓力三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就不需要去管它 我們只要去看三杯原來的液體的壓力大小就可以了 那根據P等於H乘以D 那麼,這邊呢,它的H呢,是一樣的 H是一樣的,所以H就不用理它 只要管密度就好了 那我們看到呢,密度呢,是丙的液體密度最大,甲最小 所以呢,應該是呢,甲小於乙,小於丙,丙大於乙,大於甲 那這是一個直覺的想法 那如果我們仔細的去算,仔細的去想,我們就知道 我們投入下去之後,它會排開液體 排開液體呢,的體積乘液體的密度所受的浮力 所以呢,我們假設我們的底面的都是大A 然後呢,它會分別排開上升高度是大H 然後呢,去乘以液體密度呢,叫做D 那麼,這就是它所會增加,所會提供的浮力 那麼,因為它是浮體,所以它的浮力就會等於物重 那三個都一樣,所以三個重量就一樣 因為我們是三個完全一樣的燒杯 所以呢,A大家都一樣,就不要理它了 我們就只要看H乘以D 那麼,HD就是我們的液體壓力 然後就會跟我們的重量 那麼,這個液體壓力乘換之後 都是等於我們的重量 所以都一樣大 那也就是說,因為我投入物體之後 所會增加的液體壓力 三杯是一樣的 那因為三杯都一樣 增加的都一樣 所以就不用理會 丟下去之後 所會增加的液體壓力 只要去比較原來的液體壓力就可以了 那原來壓力就是P的HD 那剛剛講過H是一樣 就只要看密度 然後密度呢,丙最大 那麼,甲最小 所以呢,三杯液體的壓力 就是丙大於乙大於甲 所以呢,第三十五題呢 我們當然要選豬 丟下去之後 一體壓力的大小是豬 丙大於乙大於甲 謝謝 謝謝 謝謝